不管是手機追劇發樂最新時事 还是手指一滑 轻松透过AppSAR单购物 智慧型手机普及率 台湾荣登世界冠军 人手一级的时代 什么App是民众日常 最不可或缺 B612吧 滤镜比较多的选择 叫MB3的App 你就只要打一首歌 它就一直连续帮你播放 类似相关的音乐这样 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 Google Play帮大家 精选出台湾有趣的App 上榜的有分享料理 以及唱歌的爱料理跟欢歌 还有追剧足最爱的ChocoTV 玩游戏不能错过梦想商店街 而工具类的记账城市 更是横扫亚洲榜单 平时麻烦的记账 现在结合游戏 一边记录花了多少钱 还能一边打造出 独一无二的城市 好玩又实用 这平均28岁的年轻团队 推出App不到一年 创下170万下载 营收一举突破千万元 多消费者说他从来没有用过一款记账软体 可以让他持续两个月到三个月 把自己的消费习惯之后有优化到自己的财务状况 这其实会让我们蛮开心 这几年来台湾的应用城市开发的实力 其实是越来越深厚 在国外市场上也受到肯定 现在越来越多台湾开发的App 受到国际上的注目 这背后推手就是年轻人 源源不绝的创意力 当然也借此顺势创造出满满获利 华语新闻 廖文铺 陈淑曼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